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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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我看见了 快走 你怎么了突然 我想第一时间告诉你 我们五年前就遇见过 那个时候 我就对你 意见钟情 小金总 项目需求会合开始了 你给我十分钟好不好 五分钟也可以 金总 整个事业部的人都在等你 小北 这个会真的很重要 你等我一会好不好 那我再进进的咖啡店等你 我一会儿就来 走吧 不是说开会吗 对不起 我把会议延后了半个小时 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就要给你看 这些照片的来历我不方便说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顾从北就是 别有心机地接近你 先打听好你在那里出现 再以朱畅为由留在那里 伺机接近你 我跟顾从北怎么遇见的 我比你更清楚 你说的这些情况 他也从来没有瞒过我 不管怎么说 这些照片拍得还不错 我可以收藏一下 我知道 光是这一点你肯定不会相信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顾从北从五年前 就开始处心几率地接近你 金熙辰 你是可而止 五年前 他还是个高中生 怎么接近我 你记不记得 那天你来学校找我 那天你来学校找我 见到我在跟一个学生争吵 那个学生 就是顾从北 从出生开始 你们已经比别人 有更多的优待了 为什么就连这件事情 你还有一个特殊待遇 金老师 我从来就没有 脱过人情 走过关系 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家庭原因 得到过任何优待 请你收起您的偏见 对不起 没事 进西城 重了 你怎么来学校找我 你明明答应过我 会阻止你妈 教导我们家 现在呢 日子都定了 怎么 你要跟我做兄妹是吗 如果你有一点 揭持我的可能 我都能有勇气 全力阻止跟你做兄妹 金西城 我凭什么 要再跟你做兄妹 和接受你之间做选择 我再清楚明确地 告诉你一遍 我们只是同学 对 只是同学 你是集团千金 公司副总 我就是一个实习老师 不管我们是什么关系 你肯定都瞧不起我 那你给我一个能让我 瞧得起你的理由 别装了 别装了 你比我 更了解你自己 那一年 你刚进公司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接手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收购顾家出售的产业 就是在那一天 顾从北回到学校 遇到了来找我的你 知道你的身份之后 跟踪你出了学校 现在想想 不管是五年前还是五年后 他都可以为了保住 他母亲的产业 不择手段地接近你 金西辰 你有完没完 如果你愿意查 我所说的一切 都可以得到证实 怎么安眠了 来 容容 你终于下班了 来 快来坐 走 你看这张照片 这是五年前的照片 小北 这是我给你拍的 你看这个字迹 这是我的字迹 小北 我肚子有点饿了 要不我们先去别的地方吃饭吧 你先听我说完吧 这个钳子 是我从小到大 一直都改不掉的书写习惯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气息 我给你拍了这张照片 但是我已经跟金西确认过了 那天 就是照片上的日期 十一月三十号 原来那天那个男孩 真的是他 你那天 是不是给我买了冰淇淋了 所以我才会给你写下这段话 应该是吧 那你还记得 我们那天是怎么相遇的吗 你为什么会给我买冰淇淋 还有后来呢 为什么 我怎么都想不起来那段话 都已经过去五年了 我也记不清了 就是很偶然的一天 你再想想 那天真的很特别 那对我来说就是很普通的一天 没什么可想的 没什么可想的 那天对我真的很重要 容容 你在想想 小北我们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一天了 小北 我们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一天了 我以为 你听到这个消息 会和我一样高兴 对不起 我开了一下午后 我有点累了 我公司还有点事 你先回家吧 这照片 我们 既然是你给我拍的 还是还给我吧 怎么会是你啊 你要请我吃的就是这个啊 对啊 冰淇淋可好吃了 想吃什么可味的我给你买 算了 你还是个学生 我是大人我给你买两个 那不行 说了我请 必须得我买 再说了 男生怎么能让女孩子买单呢 老板 多少钱 十六块 嗯 等我一下 所以说 小孩子不要跟大人抢着买单 小孩子 我明年就成年了 这样吧 这钱算我借你的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随便喽 给 嗯 真的 我说了会还 就一定会还的 我是男人 男人 就得说话算话 行 男人 吃冰淇淋的高中生 那天的事 我到底要不要查 啊 万一真的跟小辈有关呢 我该怎么办 没事吧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你怎么会有 你怎么会有 你这样跑了 我一起继续 我去想那深刻难懂得 是离此刻只存在我和你 你怎么天天戴着这个包啊 装了什么 不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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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 实现我们许下的约定 再也不分离 再不会考虑安全距离 躺在你的怀里 给我所有勇气 能下个流星 看时光变幻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感觉 你之前不是问我五年前的事吗 我现在告诉你 五年前我们在 我只能说一遍 我的心 你会不会理解 我最后一遍 你不要失败了 我只是想说一遍 我不会怕 你不能说一遍 我只是想说一遍 你不能说一遍 我只是想说一遍 我只是想说一遍 你不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